对 小弦哪 那个小弦 好 把那个奖杯给我拿过来 我要拍照 梅大师 我刚才发现奖杯上有几个收拾印 我马上擦一遍再拿过来 刚刚夸你 赶紧的 赶紧的 快 太辛苦了 那是东练三九夏练三福啊 但是呢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这些年我兢兢业业 我从来不敢懈怠 还有今天这样一脸小小的 那个小弦 你快点 来啊 小弦 小弦 来 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太好了 那就是我的大救星 来 这是最令我骄傲和自豪的一座奖杯 来 我们拍张照片啊 那小弦 那小弦哪儿来的呀 谢谢你啊 李练 你不要谢我 你要系宠冠衣 是她让我给你的 我师父啊 你想我们这儿还有谁也得过这个冠军啊 我看他我想去医院好好谢谢他 对 他不是在医院吗 对啊 他穿着病号服就跑出来给你送奖杯 要我呢 你们两个真的是单纯的事都不开心 你说什么呢 这是 来 跟梅大师一块儿和个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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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 等一下 等一下 来 我们一起喊茄子 来 一 二 三 茄子 你们这些家属啊 一定要好好告诉病人 要服从医院的管理 这一处绝对出什么事了 责任谁来付 对不起啊 给我一个机会 维护一下社会安定 上车 关心就是关心吧 安定的 这卡里的钱 足够你把剩下的方款都叫了 然后你别在场中再干嘛 你做再多的事也是白做 知道吗 你要再不游战我的话 我就从这儿跳两句 你只要水你跳 谁啊 杨小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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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几副伤好的中药 对输筋活血续筋结果啊 效果非常好 这是药方 我知道这几天啊 你在楚冠一的这个事情上很纠结 可是呢 要你过去当面给人家道歉 你肯定摸不开面子 所以啊 我就准备了这几副中药 咱们给人家送过去 也算是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 还是你了解我呀 知我者 莫过你江林毅啊 你看你说的 喂 怎么了 我知道了 怎么了 这又是怎么了 这又是怎么了 妈 你还没事呢 任小贤 你行啊 平时看你傻乎乎的 好像没什么心眼 其实你城府很深啊 怎么了 还想狡辩是不是 我问你 这报纸是怎么回事 这奖杯上面是谁的名字 妈 还想狡辩是吧 张秘书已经在你办公室 发现了那个被打坏了的奖杯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妈 我不是想狡辩我 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那天打扫卫生的时候 把奖杯弄坏了 我本来想弄一个一模一样的 把在那儿 可是没有时间定做了 我就拿出关衣的代替了一下 奖杯打坏就打坏了嘛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还要撒这么大的谎 你太大胆了 你知道现在我有多被动吗 全体媒体都在看我的笑话 我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 任小仙 楚冠仪为什么要把 这么重要的奖杯 借给你应急呢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妈 你想多了 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人家说她带着伤 来给你送奖杯 要么她就是为了报复我 让我难堪 要么就是跟你有 不是一般的关系 妈 这事是我错了 你怎么说我都行 我承担一切责任 我心里只有乐宗 你必须要相信我 我怎么相信你啊 任小仙 你已经骗了我一次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也不知道 让你怎么相信我 可是我真的跟她没有关系 行了 有没有关系 不是你嘴上说的 我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崇英 崇英 崇英啊 小仙这事 咱可不能就这样算 你干这事 你我听 是啊 我这也在运气呢 这典典刚刚接手正道馆 就出了这么大的事 真是让我颜面扫尽哪 谁说不是呢 我昨晚啊 一宿没事一觉啊 这绝对看出来了 什么叫自己家人哪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来 我给你说说 我这是跟你说声呢 你不是 你就这么说行吗 这没有外人 说 不行 梅总是这样 我已经在很多网站上发了声明 还不够 当然 我也联系了很多报社 准备呢给您做一些新的采访 没必要 是这样 我还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您跟楚冠一 可不可以打一场友谊赛 这样呢可以表明我们一笑面恩仇 李小雪 别费心思了 没有意义 告诉你 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 最好的补救措施 你已经想好了 对 后天就是楚冠一全馆的宣传活动 届时会有很多武术爱好者参加 你呢 就把这些传单 都给我发放出去 在别人的宣传活动上 发咱们的宣传单 这不是砸场子吗 怎么了 砸谁的场子 谁规定那个地盘 就是他楚冠一的别人 就不许进入啊 我明白了那小雪 你是不是跟他还有私情呢 是不是你不敢面对你的宠师吗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我只知道您这是在把我 往不仁不义的道路上推 不仁不义 言重了吧 你既然跟他没关系 你怕什么呢 行了别叫小雪 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就用行动来证明给我看 正道馆在你心中 究竟永远未知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期 全馆的训练成果展示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因为有这么多的朋友 这么多的训练员 一直支持我们去 我去 我去 感谢大家 为我们长期以来的 这个关注和支持 那这一次呢 我们主要是 你怎么回事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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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吧 你一会儿都当我 大家看到我们广告牌上 属性不学不学不学 实践于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益 非常有趣的一个项目 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 踊跃的报名 终于失望的 看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台上有两位学员正在比赛 两个月的新的学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这边有几位新来的朋友啊 欢迎你们 你们好 欢迎大家呢 来参加我们全馆的 这次的 训练成果的展示 看看 大家看看 我们这次的活动呢 主要是想推出 我们一个新的训练项目 就是暑期 酷学酷训练营 那先要感谢一下大家 这么长时间对我们的 关注和参与 希望大家呢 可以来体验我们的 你是不是 还有死情吗 是不是你不敢面对你的重生 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就用行动来证明给我看 正道馆在你心中 究竟对你一致 究竟对你一致 对你一致 对你一致 好 谢谢 很有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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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可以向他提问 您好 主观音先生 我们最关心的其实是您的伤势 您没事 谢谢 教练 我们听说最近您和郑道馆发生了一些忠误 原因是梅超音的采访中出现了一个降落 您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任何出处 这只不过是一个误会 梅大师事物非常表迫的 今天是我们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梅大师 您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 传单都发完了 看到了 看到了 这次应该说你的表现非常非常好 您觉得非常好是吗 您觉得我做得很好 不 当然了 就是 从你这个角度 对朋友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仗义 但由此我却看到了你对乐宗 对我们正道馆的一片诚心呢 孝贤 应该说我还是非常感动的 这样吧 奖杯的事儿 咱们就过往不咎了 这是您的奖杯 梅大师 你赢了 赢得很彻底 我出卖了朋友 宣传的真难怪 这是您想要的结果吗 如果这就是您所谓的武德 那我希望您能真的开心 小鲜 小鲜 吴李庄 这件事儿啊 就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你看错任小鲜了 任小鲜就是个两面三刀的家伙 另一种 都是梅超英的老家伙窜头 我宁愿相信是第二种 梅超英因为 蒋薇的事情出了丑 所以她记恨于我 当然她本来就不是特别喜欢我 再做出这样的事儿 也算正常 正常什么都要正常 梅超英的油本是给我来名的呀 堂堂的内家全宗师 跑到别人地盘上抢生意 要不要脸 我告诉你啊 也别老听那任小鲜说话 她压根就不应该这么做 你前天后后帮她多少次忙啊 她有没有良心啊 什么样的人能像她这么做事儿 你说完了吗 行了 别难过了 不是 你这话意思就说我傻呗 傻不傻你问我呀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干嘛去啊 让自己清晨平行 来 妈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嫂子肯定还在生气 她还生气 班都不上了 想造反哪 妈 你别嘴硬了 你去看看道个歉呗 谁 我给她道歉 我道歉 我错哪儿了 我这辈子给谁道个歉呢 开玩笑呢 妈 你以前没有道过歉 是因为你以前真的从来都没有做错过 这次我也没错过 我错哪儿了 我错哪儿了 小鲜 有事吗 睡睡好了吧 妈 我没睡 真的 我一晚上都没睡啊 我就心里就 特别那个什么 我就想见了你面 我就想跟你说说说 说说你 你错了 妈 该干嘛干嘛去 你听明白了吗小鲜 我没听明白 我错了 是啊 你大错特错呀 我大错特错 是啊 这事是我错了 我错在哪儿了 你都不知道你错哪儿了 我跟你说啊 我让你去撒穿丹 不是为了咱们无管 也不是为了让你背叛朋友 我 我是为了帮你让那个楚冠一 他死了这条心 虽然你对他没意思 但是不代表他对你没意思 小鲜 你看啊 你这孩子吧 有时候特别傻 实心眼 甚至于缺心眼 你有时候别人一对你好 你就 就千方百计的 一来二去的 容易给别人造成误会 照你这么说我还在感谢你呗 我昨天晚上那句话白说了 这事明明你错了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对对对 我可能 可能 也许大概可能 有那么一丢 一丁点 但是你错的更多呀 你看你错在哪儿 我想你 对了 你说我武德有问题 任小贤 这话能随便说吗 就因为这句话 我一晚上我都没睡呀我 我 武德有问题 就说明这人品德有问题 你得跟我道歉 对对对 就从这句话你得跟我道歉 天天 我觉得咱俩在是非观上 没有办法交流 有代工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你 我知道你想跟我认错道歉 但是又张不开这个嘴 但是没问题没问题 我呢原谅你 我大人大量 你你不用说出来 你心里有就行了 这样你现在呢 就去给我买一杯豆浆 要老末豆房的 二十分钟之内 放到我办公桌上 好吧 不用说了不用道歉 不用道歉 错了错了 我知道你错了 快去吧快去吧 天天 没走吗 天天 带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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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你在干吗 好好喝 你别喝 我的豆浆 你去喝你的豆浆至于吗 当然至于了 这是我拍给美总的 快点 你都已经喝成这样了 你切手去 我不要 他会弄死我的 那你就能眼睛睁地看见他把我弄死 你自求肚服了乖 不行 那你那你去再去买一杯啊 跑好远啊 八点之前就要送到根本来不及 你快点来 你跟他说一下他比较是你妈呀 我有办法你等一下啊 喂 什么啊 我看王浪子喝的 豆浆进口的 味道应该差不多 我想还可以啊 是吧 我说是没问题的 来来来来 我看你 我看你 那骨子 有点甜 出发了 人呢 不练钱上哪儿去了 人呢 江道管举行新闻发布会 分解领着兄弟们找到算账去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才 让大家久等了啊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梅朝英 关 关于正道馆的这个新闻发布会 这个 只有一个目的啊 就是澄清一下前一段时间 关于奖杯事件的 各种说法 关于前一段的奖杯事件 众说纷纭议论纷纷 我想这个其中这个 其中这个 这个缘由啊 我想今天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最近就一直在琢磨 这个功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有人说这功夫是一行一数 你不觉得 在我跟孩子 这俩不对劲呢 坐卧皆是功夫 这个 做一个习武之人 要 这效果这么明显 你喜欢做什么 你想过啊 今天 给咱爸喝了一个豆浆 是韩国代购瘦身豆浆油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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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这个我们两个公司 有一点纠纷 所以这个 那就跟大家解释心情啊 好 来来来来 我们穿过的宣承 跟着去发自己的宣承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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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喝的是不风险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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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打什么呀 别走啊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他不喝的多亏不正大 跟大家谨慎解释 不行了 慢点 我行了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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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发起来的那样的事 就不了了解什么 他这是抢生命的 老婆子 你给他带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给他带走 哪来的你给他带走 哪来的你给他带走 你给他带走 就在赵德鸣 所以没给的朋友 正好大家都在 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收拾辛苦 雷大师 请各位啊 真的我们两个公司 有一点纠纷 所以这个 那就跟大家解释心情话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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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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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大师 你走快呀 我去三百万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呀 梅总 你肚子好点了吧 这是我的检讨书 你看看这个吧 小贤哪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自从你进了这个家门 发生了那么多 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不想再跟你 周贤下去了 所以我今天呢 想跟你摊牌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呢 你不愿意走 我实在没办法 只有第二条路 在一周之内 还清我三十万欠款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 一周之内 那是你的事 要是没有钱的话 就只能走第一条路了 如果我采取 对于法律手段 你也不要怪我不尽人情 明总 明总 你看一下前头 在一周之内 还清我三十万欠款 我只是要主意 对于法律手段 我也有太绿手段 感谢报告 我妈现在就让你换钱 干什么呀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妈这个人吧 她就是那个脾气 现在呢 她的情感已经大于她的理智 她的愤怒已经把她整个脑子占据了 我觉得我们当务之急 就是想一个办法哄误我妈 我刚才呢想 这钱迟早是要还的 我就想 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办一个无限网络 然后再把网店开起来呢 你想什么呢 汪已经被我妈掐过一次了 你还想再试啊 可是 我借了好多货就囤在那儿 如果把这些衣服都卖出去的话 我就能回笼三万块钱的现金 这样 我帮你放在我爸同城上试试 咱们能抛多少试多少 嗯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去做兼职 又不是没有做过 我再哭的日子都过来了 我不办 你想什么呢 啊 现在就算把你掰成十个二十个 一个礼拜之内能凑凑三十万 那怎么办 我总不能去头去抢吧 哎呀 你说我妈这个人也真是的啊 一辈子直高气啊 她怎么就不懂一笑抿千愁 随意而然这种道理呢 可能是我真的把她惹着了 楚冠仪是她的痛 那我偏偏处到她最痛的地方 对 就是楚冠仪这个臭男人 要不是因为她 我妈怎么可能生那么大的气呢 也 也不能怪她 她也是为了帮我呀 主要还是我的原因 哎呀 估计她现在还在生我的气吧 你说我干嘛干那种傻声 我为什么要去发传单呢 我应该去找楚冠仪报仇 点点 你别胡来啊 妈现在已经很脆弱了 经不起再一次的打击了 我没有胡来 你想 我要是打败楚冠仪的话 那我们正道馆不是扬眉吐气 帮回一局了 你欣识 you 整理 tinham 你什么? 你怎么死的 我现在不能做我的 它根据你 你怎么死的 那就是 你怎么死的 你怎么死呢 你怎么死的 那就是 哎呀 你怎么死的 呢 我再生死的 我再生死了 你怎么死的 我让你死的 你自己死的 你生死的 im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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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败吃 不接茶什么意思 怕了 这对人干吗的 我们是来记录黄点点拜师权过程 那我们为什么要记录一下呢 是因为黄点点小姐 是正道馆的当家小花旦 她不计前嫌前来讨救 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录一下 是不是 是啊是啊 我这不受女的 而且我不将没有基础 我 任小贤不是女的吗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我有基础 不信 比划比划呀 比划比划呀 英雄老汉全让你当我了 我们家老太太现在家 长天愁眉会 那我嫂子 我嫂子都要被逼得去卖肾 你说 我能不替他们出气吗 任小贤怎么了 她正处在危难之处 你赶紧乖乖地告诉我 任小贤她到底怎么了 你要是乖乖地请我吃饭看电影呢 我该考虑告诉我一下 在什么呢 我尽不乱 是 我 快点 四周 以后你打我呀 你打我哟 你们这也不能叫 真不能叫 黄点点又没到 请假了吗 跟谁打招呼了 算了 不等她了 今天开会啊 就是一个内容 点点上报了一个 反骚扰办 我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计划可行 因为小贤前一段 搞了一个反家报办 一开始我反对 但是我后来发现 效果非常好 很多女孩子都踊跃报名 它的意义就在于 小到可以让女孩子们 强身健体 大到可以维护 我们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我这个想法 我觉得越想越好 一定会有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 但是这件事 点点还很年轻啊 经验不足 请大家多多帮助她 还有什么 你们其他人还有 最近有什么工作上的 没有 我认为您的这想法非常好 现在的社会风气 大家也都知道 这小姑娘们穿的是 越来越省布 那裙子穿的 那个短的 那后背整个是全场的 我一看好 胸膳也没带 那天我上个楼梯 好着风一圈不利 我那眼珠头都直了 你看整个搬喇屁股的 我都不敢看 我跟你说 行了行了 你没看怎么知道搬喇屁股 开会呢 看什么呢 你看看这个微博吧 这点着也真不让人省心 这张图转发料都够五万了 谢谢大家 看看这张图转发料 什么呀 我愿意